有传闻说,张柏芝婚事相近,南方是台湾的一个艺人叫何孟怀,他比南方大九岁。但在感情面前,这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毕竟在现在社会之中,姐弟恋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 他和前夫谢霆锋恋爱的时候,可以说是轰动一时。现在,谢霆锋和王妃再续前缘,离婚以后他很少有绯闻男友,倒是经常会拍到他辛苦工作和精心照顾孩子的画面。 为了能够照顾好孩子,他不仅拍戏,而且会直播带货,是一个很坚强的母亲。这一次爆出婚事,两个人都没有正面进行回应,两人是在一个综艺节目上认识的。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嗑着两个人的CP,因为这帅男靓女确实非常养眼。没想到,这份甜蜜的情感也延续到了现实生活中。 他们两个人不止一次被拍到铜框,外界就怀疑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。去年还传出南方还向他求婚了,但是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。 在他最近被拍的照片里面,有人救他的小妇有些隆起,看起来像怀孕了。 之前在采访他的时候就透露,说如果找对象的话,希望生活的步调能够一致,可以白头到老,并且结婚以后他愿意再生一个孩子。 现在看到他的变化,网友们就不淡定了,猜测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小男友的。 但三胎的父亲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,也有人猜测可能也是这个男友的。现在他怀四胎的消息已经传得非常广泛了。 而且他和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也传得越来越真,所以前夫这边也有了新的动作。 现在他已经回到了香港,好像要跟他谈两个孩子的问题,不知道他和王妃有没有闹什么矛盾,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件事。 有消息说他们两个人现在已经分手了。 谢霆锋也告诉了公司这件事情,还没有对外进行宣布,像这种事情根本就藏不住,所以被爆出来只是时间问题。 谢霆锋的这个操作也证实了他要结婚的真实性。 最近,张柏芝不仅忙着上综艺节目,而且还在上海定居了四个月,所以经常都会看见他在内地忙碌工作。 大家对张柏芝的印象就是一个拼命三娘,毕竟有了三个儿子,还要为他们的将来做打算,所以是一个特别努力的母亲。 因为工作的原因,如今张柏芝选择了上海,而且还把孩子也带了过来。 未来让儿子有个良好的教育环境,张柏芝还亲自去选择了国际学校,顺便了解学校的环境跟资质,和为儿子做安排。 张柏芝跟学校的老师坐在一起聊天,他就说出自己两个孩子的性格特质,以及成绩跟爱好方面的东西。 张柏芝说,在香港的时候,身边很多人的子女都去上过补习班,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从来都没有去过。 这次想来上海读书,也为了让孩子提升一下中文水平,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。 但是两个儿子的成绩并不好,因为平时都是上网课,还有就是沉迷游戏。 所以这一点,张柏芝还是挺担心儿子是否跟得上学习的进度。 对于儿子来说,张柏芝是属于放养式的教育,他从来不会去限制儿子的自由,而是让儿子有什么主动去找他。 他认为这样的话,儿子的选择会更多。 老师认为,张柏芝的教育方式太过宽松了,这样的话,对于儿子以后面临的各种压力,或者说会输给其他的孩子。 张柏芝说,当母亲也有压力,因为学校经常发邮件给他,告诉他孩子的成绩太差了。 但是对于张柏芝来说,他认为,孩子的成绩并不代表一切,不代表是否成功,所以不会去责骂孩子。 由此可见,张柏芝的教育方式还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 当然,国际学校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。 老师认为,如果要到这个学校来上学,孩子一定要先参加入学考试三年。 张柏芝对这个学校很满意,所以回去之后,立马打电话告诉儿子。 张柏芝就先给大儿子打电话,没想到大儿子还在打游戏。 张柏芝一开始不敢直接说出来,而是从侧面告诉他。 大儿子就猜到了他要说什么,然后就反问张柏芝,感觉你对这个学校很感兴趣。 当张柏芝问大儿子要不要去学校看一看的时候,没想到被大儿子一口否决,不想去看。 然后大儿子就准备挂断电话,张柏芝感到很无奈,不过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 于是又开始给二儿子打电话,问问情况。 二儿子比大儿子温柔许多,没有哥哥那么冷漠,说话的语气很可爱。 张柏芝在电话这头卖关子,却被二儿子使穿。 当张柏芝提到学校的事情后,二儿子的反应也是如此,立马要挂电话了。 两个儿子都是拒绝转校,这就让张柏芝陷入了困惑。 因为张柏芝不敢继续给儿子洗脑了,原因是儿子会逆反。 现在大儿子正是处于叛逆期,二儿子对转校的事情也特别敏感。 所以张柏芝很无奈地说,我什么都不怕,就怕我儿子。 说实在的,大儿子跟二儿子从小至今都在一个学校读书, 而且要从一个城市转校到另一个城市,再加上还不怎么成熟, 不愿意转校也不奇怪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恋爱。 张柏芝在节目中就爆料了,自己14岁的大儿子已经有了喜欢的人, 沈梦辰还在一旁追问对方是谁,张柏芝就说, 是他们学校的女同学,虽然大儿子没有说,但是他心里已经有数了。 而且,大儿子曾经还把女同学带回了家里, 张柏芝不好去看着他们,就让二儿子帮忙盯着哥哥, 让他去看看大儿子跟这位女生在干嘛。 二儿子就在哥哥面前晃来晃去,然后向张柏芝汇报情况。 张柏芝一边说,大家都在笑,实在太有画面感了。 由此可见,如果大儿子有了性仪对象恋爱了的话, 对于他转校来说,内心绝对是抗拒的, 因为转校的话就面临着要跟这位女同学分开, 不在同一个城市这不是走向异地恋吗? 所以,这也是拒绝转校的一个原因之一。 再加上大儿子又是青春叛逆期, 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,也会影响母子的感情。 这就是为什么张柏芝说怕儿子。 的确,张柏芝还是不容易,跟谢天风离婚多年了, 又当爹又当娘,抚养孩子成长, 三个儿子就等于三个叛逆期, 同时还要兼顾工作,不操心是不可能的。 这就是母爱吧。 张柏芝当年的容颜美不胜收, 这么多年,也一直都是人们脑海中美好的回忆。 在星爷的电影《喜剧之王》中, 他出演的女一号颜值颇高,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。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,现在37岁的他, 虽然已为人母,但却依旧经验无比。 近日,张柏芝参加跨年夜, 并且晒出了自己一组美美的照片, 这光滑的皮肤白皙紧致, 笑起来像花朵一样灿烂的他,真是容颜依旧。 比起当年的姿色,一点也不差。 这样的张柏芝,你们还喜欢吗? 站在台上的张柏芝,光彩依旧, 就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他, 依然是如此动人。 看来离开谢霆锋后, 这日子反倒过得有滋有味了, 开朗面对全世界, 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张柏芝为大家献歌一曲, 如今37岁的张柏芝, 身材火辣似少女, 这一身彩色长裙也是相当有气质, 如此优雅迷人的他, 还真是招人喜欢啊。 当年为了爱情与婚姻, 一度放弃事业,告别演艺圈, 如今两个儿子都已懂事, 也许他是该找回曾经失去的东西了。 对于现在的张柏芝来说, 有这样的身材与颜值, 还真是不简单啊, 仿佛就像20年前的他一样, 那样清纯逗人。 手上的纹身很有个性, 谢霆锋如今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, 不知道带着两个孩子的张柏芝会不会再灭良缘呢? 看见这样的张柏芝就会回忆当年 他在喜剧之王与心愿中的容颜, 那样天真无邪, 眼神中还带着清澈的目光, 不过现在始终回不去, 经历了失败婚姻的他, 一定要勇敢站起来, 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出发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